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年轻选股冠军记录保持人张佳颖老师 来到节目当中带大家抓住台北股市的获利机会 佳颖老师早安 早安 大家早 上个礼拜我觉得应该算是比较开心的一周吧 尤其是星期五的时候台股大涨了454点 那么过去一整周台股市上涨了880点 来到了22349点 而且老师我觉得礼拜五其实我还蛮兴奋的 因为台股感觉就快要突破纪线了 他就是故意不要突破 让你的兴奋都瞬间被杀住 对 好痛苦喔 差一点点 你知道很像什么吗 就很像我要去找7-11的双麒麟 跟全家的双麒麟 我就是同一天想要同时吃到这两家 我跟你讲 当你不想吃的时候 到处都看到卖双麒麟的 可是你真的想吃的时候 每一家进去 要嘛就是没有卖 要嘛就是说 我们的糖浆刚好用完了 有没有很生气 可是我觉得看那个照片啊 这一次7-11跟全家都有出木瓜牛奶口味 老师你吃过吗 没有 我觉得看起来都很诱人耶 那你有吃过吗 就没有啊 就没有吃到啊 那我欢迎有吃到的听众朋友 你们可以加入佳莹老师的Live粉丝团 你可以告诉我 到底木瓜牛奶口味的是小7的比较好吃 还是全家比较好吃 两个都有推 两个都有推 好感觉上都很好吃 而且全家的双麒麟它有不同形状 有那个传统的 然后有那个胖胖的 还有那个萌布朗口味 反正我觉得太多了 所以老师减肥是不是很难 很难 而且我之前吃过全家的玉米浓汤的 咸的 我觉得那个 然后吃的时候就觉得甜的还是比较好吃 好 但是吃爆米花的时候 甜跟咸各一半就很好吃 所以啊 我跟你讲 不同的食物 不同的吃法 不同的股票 不同的做法 好 那现在到底 这个股市应该要怎么来看呢 我们问一下佳莹老师 在上周五他真的就快要碰到季线了 季线在22420 他收在22349 就差那么一咪咪 不冲过去 你刚才说他是故意的 他是什么意思老师 就是因为他就是怎么样你知道吗 因为所有的美国经济数据 无论是PPI CPI 又或是零售的那个月增率 零售销售还有那个初次行李失业金 全部都给你正面 对 他就故意给你涨了一下 好像留了遗憾这样 那我觉得他的败笔是在那里 你知道吗 就之前跟德里分享 量能啦 量能没有出来 对啦 对 你车子要往前进 是不是要踩油门 油门踩得不够用力的话 就过不去了 可是等到红绿灯 稍微停一下 所以他现在的量 有啦 上周五的量有比周四 周四是三千两百多亿 那个是近期的最低量 好 那周五的时候量有稍微出来 可是呢 还是不够 嘉宁老师点到一个重点 目前呢 四千多亿的量 还不足以把台股推上去季线 老师你觉得量大概要多少才够 我觉得至少要五千亿以上 五千亿以上 对对对 现在这个量还是不够 那如果这个量还不够的话 是不是代表说 还是很多的朋友 在外头心存观望 不愿意进来 对啊 他们还在看 他们一定在探索 他们在等季线站上了 确立多头格局再进 我觉得是这样 有两种说法 第一个说法就是说 我觉得台股 一只脚站不稳 我希望两只脚 所以他们有人在等台股 下来打第二只脚 那也有人就像嘉宁老师讲的一样 我要等那个台股 站上季线比较稳 比较保险 还有我还有朋友说什么你知道吗 我现在都不要进场 我要等到那个美国联总会 确定降息 还要降息两码 确定九月到底降几码 你说清楚我才要进场 老师你觉得 这些东西如果真的都确定了 股市还会在低低的位置等你吗 我觉得这些东西确定了之后 可能就大涨了一波了吧 所以一定要领先市场先买 我们都说很多的事情都是领先反应 股市也都是领先利多消息反应 当利多消息确认了 当利多消息见报了 当利多消息大家都知道了 很可能已经涨一段了 好 所以嘉宁老师说现在的量还不够 那老师这个礼拜的新开始 我们现在要观察的是不是就是量能这个部分 我觉得量能还是蛮关键的 对 那其实他就差一点点了嘛 那一咪咪的这样油门给他摘下去 应该就会穿过去 他跟季线有一点点的暧昧的距离 没错 那什么时候可以突破那个暧昧 好不好 好 所以呢 量能够了 台股就有机会能够站上季线 站上季线也许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在这个暧昧不明的阶段呢 个股还在震荡的时候 也许正好是我们来卡位布局 接下来下一波会标会涨的 这些股票的一个好时机 那我请到嘉宁老师 这个礼拜除了量能的部分 在台股操作上 我们还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重点呢 因为我知道说 这个礼拜在经历了上周 那个超级数据周 PPI CPI 零售销售 初次勤领失业金通通都公布完了 这个礼拜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一个重要的经济数据 除了星期四 又再有一次的初次勤领失业金 它是每周一次 我觉得这个还好 每周一次的是还好 那这个礼拜有什么样的观察重点呢 老师 我认为说其实 大家可以留意的就是说 上市会公司第二季的季报 已经全数公布完毕了 对 那无论是7月份的营收 或者是上半年的数字竟然都可以确立了 是不是就可以从EPS跟财报面去做着手 嘉宁老师有教过大家喔 对对对 没错 所以我觉得可以从财报面跟基本面 去做一个着手的动作 那其实说 虽然其实现在的这个大盘 还没有站稳季线 但是我们之前跟德宇聊到 2330的台积电 领先加全指数站稳季线 而且他在星期五站上所有军线 真的 他星期五 而且他站上军线 是用跳空的方式站上的 是这样很强吗 非常的强 为什么呢 因为台积电的这个量啊 是前一天的大概超过了一倍以上 对 也就是说他礼拜五那天的量是4万3千多张嘛 那他前一天只有2万1千张啊 那等于是说他这个礼拜五这一天是放量的功高 就是一个突破的讯号 所以其实我觉得加全指数过季线 迟早的事情 台积电都已经率先过季线 台积电已经率先过季线了 对 那其实相关的台积电的这个供应链 其实也有不错的表现 对 而且老师 我最近发现到一件事情 真的就像你在节目当中 跟大家分享的一样啊 全子股目前喔 看起来有一点温吞 但是中小型个股表现的却相当相当的飘悍 比如说老师到我们去观察的喔 你记得AI的四大主流吗 包括了 CPU啦 COWAS啦 ODM啦 散热啦 最近真的是火热的不得了 给它好强好强 而且老师我特别想问那个散热的那个部分啊 可以啊 嗯 散热啊就是在那个鸿海他不是办法说会吗 对 他就说我们GB200没有延后出货 我们第四季会小量出货 然后我们明年的第一季就会放量 对 哇 结果这个相关GB200的供应链 尤其在这个水冷散热这一块 嗯 哼 整个就给它蓬勃的动了起来 真的 老师可不可以带我们来做观察 可以啊 嗯 我们知道一件事情 其实之前我跟德宇聊到就是说 水冷散热就是这一波AI大趋势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个关键 对 那之前有说其实this is the future 对 对不对 那我们现在就在等待黄元勋到底下个禮来 到底要不要来 对不对 那他一来 有可能他点名到了又可以大涨反应 没错 就像之前跟德宇聊到的就是说 水冷散热有一个关键的代表股票是3013层名店这次股票 对 对我记得那时候跟德宇分享的时候连100块钱都不到 那个时候他还是双位数而已哦 没错 好像是 老师那时候是八字头吗 还是九字头的时候 九字头的时候 九字头的时候 对 那那个时候的成名店 我记得那时候在教大家 就是说大盘震荡的选股操作策略是什么的时候 就有教大家 就是说要从基本面提材面技术从码面去掌握嘛 那技术面要挑选是强于大盘的股票 像成名店这次股票 大盘还没站稳半年线 可是成名店站稳半年线 7月份的营收表现非常亮眼以外 上半年的EPS赚引去年全年的水准 那基本面的扎实的题材 再加上一件事情 也就是GP200的这个出货的这个利控已经消化完毕之后 股价真的一发不可收拾 在我们领先预告之后就大涨了三成 你知道九字头的股票然后它最高来到了136块 而且它现在是站在所有的均线之上 看起来就一副又要发动新一波攻势的样子 这个是3013的全名店 而且我记得嘉莹老师有特别提醒过大家 其实它不只是散热 它算得上是一个这个多元题材的股票 没错 那当然大家也都很关心了 就是黄仁勋那些男人到底要来台湾吗 他来台湾要去哪个压子吃东西呢 好所以呢 我们来关心一下这个下个礼拜 有一个展览要登场了 就是机器人与自动化工业展 那么从当中可以抓到什么样的商机呢 先把时间留给大家加入嘉莹老师免费的LINE粉丝团 那么待会再来继续请教我们的冠军 嘉莹老师咯 继续回到我们股市习皇后的节目现场 陪伴大家我们最年轻选股冠军 金鹿保持人 他在经济日报办的选股比赛当中 拿过八次冠军 这是我们的张嘉莹老师 老师常说他都会在生活当中选股 那么他看到很多的消息 就会不由自主的去当中找商机 对不对 比如说呢 最近呢行政院通过了一个国家发展计划 那要推出五大信赖产业 这个产值要拼九兆 那么行政院已经通过这个计划 四年要增加一点五倍 那么冲刺的范围有哪些呢 我觉得嘉莹老师 他们有请你去当国策顾问吗 怎么讲的这些跟你讲的都好像 半导体AI还有工具机 有没有 都是嘉莹老师在节目当中分享的 好那我们就从这个来看好了 半导体的部分 当然大家一定要看的就是台积电 台积电是一个护国神山 它底下其实有很多很多 这个其他分支出去的 不管是直系血清 旁系子弟 或是这个徒子徒孙都有啊 好那就想到说台积电呢 居然有人说 它跟工具机也有关系 它跟机器人也有关系 真的 老师我去查台积电居然是 机器人的相关概念股 请问它到底哪一个发展 跟机器人跟工具机有关系 好那我们知道一件事 你其实之前有跟德宇聊到 就是说罗生这支股票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 对 那其实罗生这支股票 我们之前就有告诉大家 它是多元题材的股票嘛 对不对 那我们那时候就说 这个罗生除了有跟广名旗下的 达民机器人合作以外 它做的这个机械手臂以外 更重要更重要的是 它是唯一一档跨路储能市场的股票 对不对 那紧接着呢 其实罗生这支股票 又是台积电的相关的供应商 也就是说台积电的订单 对罗生的营收贡献是非常的显著的 那也就是说台积电的技术发展 和扩产的计划 也有可能带动罗生的业务持续 呈现一个正成长 那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波八月份 台北自动化工业大展登场之下 罗生会成为一个非常指标性的 意义的股票 好 所以这个罗生呢 你看哦 台积电交出了非常漂亮的 七月份的营收 那台积电的营收好 那罗生的营收会不好吗 当然会好 对啊 所以就这样子一路这样顺畅的带下来 但是如果没有 嘉宁老师你的提醒 可能很多人 罗生是罗生 台积电是台积电 连不起来 凑不到一块去 好 所以呢 这个就是跟上真业的好处 那讲到这个罗生 我们就来想一下 这个礼拜 其实礼拜三的时候 机器人跟自动化工业展要开展了 那不管说 那个男人会不会来 但是机器人的确是 台北股市近期大家目光注意的焦点 你看前一阵子大盘这么的震荡 机器人概念股相对的抗跌 那么这一波呢 台股止跌开始反弹 机器人也担任了一个这个领长的角色 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族群 我们从他的领头羊来讲好了 领头羊大家想到的就是索罗门 没错 好 索罗门这档股票呢 其实他最近呢 休息整理了之后 又开始发动公式了 没错 那么在中午的时候 插一档就来到掌停的位置 老师怎么看这个领头羊的公式呢 好 那我们之前也有跟德鱼分享说 机器人的股票到底有没有机会续航 会不会在自动化工业大眼登场之下 力多出镜 是大家很担心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对 那你可以发现到 其实台股在这个礼拜五这一天 是还没有站稳季线的 可是机器人的代表股王 索罗门 却在这个地方 跳空开高走高 整个给他站稳季线 那他的走势 不是就是复制台积电跳空的走势了吗 那他的走势不就是 预告了机器人的股票 还有机会再上吗 对 所以换句话说 索罗门这支股票啊 不仅被NSCI纳入成分股以外 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是 他是这个3月19号 灰达GTC大会 后面秀出logo之后 就翻了两到三倍的股票 那他这一波又可以率先领先 加权指数站稳季线 所以我认为说 索罗门的大涨是一个非常指标的意义 也就是说机器人的股票 才正要刚刚开始而已 所以机器人的股票并不是像现在很多朋友担心的一样 他们已经涨了那么一大段 是不是要休息了 但是佳颖老师说呢 从领头阳索罗门率先领先大盘 站上所有均线可以看得出来 目前呢 机器人其实还在蓄势待发 没错 那如果说在这个三 礼拜三开展的 这个机器人与自动化工业展 如果又有释出什么样的技术的话 有可能会这个推升另外一波的展示 特别是在这一波的工具人与工具机 这个机器人与自动化工业展当中呢 他们有把一个重点放出来 就是人形机器人的部分 老师那是不是在一些 比如说关节啦 或是一些手臂啊 特别甚至像这种 需要灵敏的感官这些 对感测这个上面会特别有伤机呢 我觉得会非常有伤机 就像之前跟德鱼聊到 特斯拉的眼睛的哑光嘛 对 率先领先表现非常强势 礼拜我这一天又再创波段新高 这时候跟德鱼分享的大概八字头 那现在已经要130了 对 那哑光可以在这个地方强势的大掌 就是因为它是机器人的眼睛嘛 那它这个机器人其实是跟马斯克有关 所以无论是马斯克又或是辉达 其实我觉得相关的供应大厂 都是大家可以留意的重点 再来德鱼提到了工具机大厂登场之下 刚刚有说行政院他也告诉大家说 弱势的工具机族群的产值 他预估未来三年要让他翻1.5倍 没错 那也就是说现在工具机的股票 是不是是弱势的 对 那产值严重的不足 所以说连政府都要加持下去 那我认为相关工具机的股票 甚至是工业自动化的股票 就有机会成为下一波的主角 那之前其实有跟德鱼聊到 4566的石塑工业 对 那这一支股票其实 那时候跟德鱼聊到的是 他是有四个题材 他有四个题材 那是我出题目考佳颖老师 我说一个题材你觉得现在不够看 两个题材以上的多元题材 个股会比较强势 那你找得到四个题材吗 老师就说简单 石塑工业 对 那石塑工业为什么可以在这个地方那么的强呢 除了刚刚讲的 他有这个自动化工艺大展的题材 而且呢他又跟刚刚那个行政院的这个产值有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他也有军工航太的题材 对 因为他转投资的这个天洋航太的股权有到达49.9% 也就是说航太事业的大涨也会带动他 除此之外 刚刚我们一开始开口破题的就是 Future的散热的部分 对散热 那其实GB200这一波其实会缺货 或者是有瑕疵 会延后出货 其实最重要最重要关键是什么 会漏水 对 但是石塑工业就是这个 做水冷散热关键林主界的水冷街头的大厂 台湾其实做的没有几间 他就是唯一一间 所以他其实是有一个独占寡占性 没错 所以你看他的股价 真的是强于大盘很多 直接给他站稳季线 乖离率还这么大 对 然后就一步一步的往上 感觉上一步有想要突破前高的那个感觉 好 老师那我想要请教就是说 如果说我们现在的朋友就是想要切入机器人 想要切入工具机这样的一个产业 那今天星期一 对 星期三要开展 那会一直展到周末 对 那你会建议大家在展览前就先去看一些比较好的股票 分批来做布局吗 我认为说其实展览前啊 大家就可以像德语讲的一样 大概分批布局 但是也不是说所有的机器人都建议在这个地方自己去做布局 我反而觉得可以留意的是一些量缩整理 还没有发动 没有像索罗门这么强的股票 默默的有机会再上去的股票 都是大家可以留意关注的重点 那如果说先前 例如说像是4540的这一档 我们之前介绍大家的这一档 全球传动 对不对 已经创新高之后的回档 这个已经真的乖离已经太大 从我们介绍之后一路喷了大概三成到四成 像这种股票 我就建议可以先停看停再说 那如果是像是2365的昆盈这种股票 有没有 他整理了之后 还是在量缩整理的阶段 那就告诉大家一件事 他还没有转落 所以说在这个地方 可能就可以列为口袋的名单 所以大家其实 我跟大家分享一个 我自己的看的方法 就是如果说 他其实是有一点长不动 但是他没有下来 他就是在一个狭窄的区间 这样高档横盘整理 然后底下如果又亮缩 其实你就可以去观察了 对对对 没错 那如果你担心自己看错 或担心自己观察错 没关系嘛 你就透过Live粉丝团 跟佳颖老师来聊一聊 对啊 佳颖老师会教你很多很多 在现在这样的行情当中 怎么样去选出好股票的一个方法 也许你还可以请佳颖老师 帮你换股 跟上佳颖老师的操作 老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 我要请您给大家一点提醒 台北股市单位就要开盘咯 好 那我给大家提醒 就是台股站稳季线之后 多头隔绝的确立之下 很多转强的股票 技术面 站稳所有均线 在这个地方都值得做留意 好 所以呢 更多的股票值得做留意 如果你不知道 从何下手的话 邀请您加入佳颖老师的Live粉丝团 跟着我们的冠军 一起把握台股获利机会 şöyle老师 感谢观看